今早在多倫多市中心的加拿大國家展覽會CNE舉行勇士節遊行 記者在劉兆倫有看過 每年的國家展覽會都會有勇士節遊行 今年已經是第九十五屆 遊行隊伍中見到很多在戰爭中用過的軍車和裝備 其中包括代表當年中華民國的團隊 多倫多榮光聯儀會已經是第三十七屆 代表台灣參與今次的遊行 他們年紀最大的退役軍人今年一百零三歲 他們多次獲獎 去年更加獲大會頒得第三名 我們前理事長莊新田一百零歲 還有前理事長李元凱九十八歲 還有劉彩芝一百歲前婦女隊隊長 還有前監事長崔宗蘭 我們邀請了很多都是我們過去在勇士節貢獻非常多的前輩 我原來是空軍 空軍 對不起 後來然後因為身體不好有兵就離開了 以後就在陸軍 在陸軍服務 準備了象徵 後來他們投降了 勇士節大遊行大受歡迎 來自不同國家的退役軍人 在過千名本國的現役軍人和義工陪同之下 一起接受幾千名民眾至最崇高的敬意 新時代電視記者劉少倫報導